上洗手间时一定会用到卫生纸,但其实隔间内也暗藏风险。 在使用一般卷筒卫生纸的时候,您是怎么抽取的呢? 当您抽取时纸断掉或纸头不见时,您会怎么处理呢? 您正在使用的卫生纸,绝对可能有被上一手碰触过的风险。 更可怕的调查发现是,放在隔间内的卫生纸本身无法保持洁净。 根据纽约大学卫生物学及病理学教授Philip Tierno引述研究指出, 每次冲马桶都会令粪便细菌散播到空气中,并扩散到各个地方,包括卷式卫生纸。 另外,卫生纸水溶性不足,导致马桶经常堵塞, 令医疗院所不敢鼓励把使用过的卫生纸丢进马桶, 反而丢在垃圾桶内更是另一大卫生问题。 来到隔间内的卫生纸,全新可力书高容量卫生纸系统, 专利密封式使用盒设计,完全包覆直卷。 在冲马桶的时候,保护卫生纸不会被带细菌的气流交叉污染。 同时,密封式使用盒亦可杜绝下一张卫生纸, 不被人手触碰污染。 一抽一张,洁净卫生。 可力书让精明又卫生变得简单。